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唱歌泡掉的话 吹口哨也好不了 包围包撬牢高 遇到了烦恼最受抛 黑历史早晚会变成笑料 就算内心最煎熬 外表也要煎熬 永远相信 无论何时 总会有路可逃 水星一角 就有时候还一跳 你要知道我很重要 帐篷一风飘 前期里带到 江湖里安穿我名号 打起家 却落我 你赢不了 你一定知道我很重要 要陪你穿黄岛 为你藏马脚 背对背也可以穿信号 绝对让你 先出招 岁月燃烧 山水摇摇 当梦搜头 当人变老 等星雨飘 再一起跳个水 坑过过脚 每个人都在时刻坚守着自己的秘密 我有一个朋友 从小和我形影不离 有着共同的饮食结构和人生阅历 相信您看得出来 即便面对大夫的问诊也不例外 我是过来替他看病的 所以 他到底怎么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觉得你这个朋友想先听哪个 都行 按您想走的包袱来 好消息是 虽然他武功尽失 但却不是中毒 那微不足道的坏消息是 坏消息是 他武功尽失 但竟然不是中毒 有缝提吗 问诊飞解一下 您先尝试挽救他一下行吗 你详细说一说 他中毒前后发生了什么吧 越详细越好啊 当然 好 他 他是一个孤儿 我 十个月到十二个月左右 被他师父捐上了山 据说当时是个春天 我按时辰收费的 他十七岁那一年 我已经解开山 你的隐藏成就 平时下山跟宋寡妇没来眼 就我们师兄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也就算了 现在在山上 你竟然偷看石井洗澡 而且还是白天 你猥琐欲闻 你猥琐 我没有 你敢说没有找各种机会 向上给宋寡妇挑损 伙儿还给批拆呢 有一天晚上师父没回来 谁都不知道他在哪儿住的 那是爱情 你承认就好 但我没看你师姐洗澡 我刚才从咕噜房出来 正看到你注射在女澡堂外 目不转睛地望着里面 把中午经过浴室 听到里边有人洗澡 难道你们不好奇吗 不 我都中午洗澡 怎么没见你偷看我的呀 我头发没干呢 老头啊 你不害臊吗 等等 你怎么知道 是你师姐在洗澡 姚伙儿还敢反咬 我不给师姐烧的水 我当然知道 现在你白口莫变了吧 平时教育我们师爷眼 正气凛然 背地里却下流龌龊 你为老不尊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向我道歉 然后去后山 面壁思过三年 有点严重吧 凭什么 我不道歉 我不去面壁 好 那就滚下山去吧 对不起 可以面壁拜年吗 晚了 恭喜你啊师弟 这么多年了 终于有人想到办法 可以离开这里了 之前我为了下山 偷看师父洗澡 背带个正着都没用 进了山门 就要守山门的规矩 不守规矩的 就像他一样滚蛋 你们谁想跟他换 谁想跟他换 好 困不好 我就不回来了 他回来了 我下山的时候 他们不是应该趁我不注意 在我包袱里 疯狂地在一些盘缠吗 可能是因为他们太忙了吧 或者是因为他们太穷了吧 小兄弟的饭我请了 在下北孝海 小兄弟的饭我请了 见兄台两袖清风实事求是 表里如一面不改色 颇有随遇而安 破冠破衰之风刺 和江湖上那些自命不凡之 被全然不同 故有心结交 你们两个加一起 还差我两个同盟 还差我两个同盟 你本名就叫北孝海吗 不 这是我给自己起的义女 因为够酷 酷是为了显得凶狠吗 酷也表极致 等我成名那天 除了酷鼠酷寒 还有我酷侠孝海 你呢 你叫什么 我叫 南啸天 好听 莫名地觉得酷 而我叫东啸山 还不是在这儿当小二 酷有毛病 你就是南啸天 按照我的说辞 南啸天应该是我的朋友 让我们彼此间的交流简单点吧 就算我是南啸天 但这跟我来看病有关系吗 我也想问 这些跟你的病有关系吗 有 因为一年之后 北孝海在我面前被人杀了 杀他的人武功招式很特别 我养好伤后 开始不断找人切磋 试图通过招式 找寻他们的踪结 于是 之后的两年 我凭一几之力横扫黑白了道 得罪了很多人 给我下药的 八成就是他们 阁下就是南啸天 少侠连挑了十几家民闻大派 就是为了杨明 是为了让酷这个字 不被遗忘 还是杨明 容易一些 来吧 不过如此 再来 不过如此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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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身法 好无耻 如果没有这样的身法 空有一身体力 又能如何 你们派的招数 已经数十出了吧 你可以出手了 尊师是谁 是天上的神仙 是天上的银行 这个线尼族 是天上的 和过 IO人的 那人是天上的 我显示的 泰印 如果你们还对我 否认自己的罪行 那你们就是一群 不真诚的人 是 现在开始点名 念到名字的朋友 请举手 孙杰文 杀张家村三口 上音五百两 五百两 不行事啊 老弟 你才值这么点上音 听起来你不简单啊 韩冰 拐卖夫女 上音一千五百两 我张俊平纵火十余起 死伤无数一千六百两 陆丁丁 打劫商队一千六百六十两 我 王友善 从铺友善 上音一千七百两 我 王三斤 无恶不作 上音两千三 王三斤 一千六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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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节省点时间 所有没犯过事的 来凑热闹的 包括衙门卧底在内 觉得自己打不过他们的 请出去 吓唬谁呢 一万机械五百两 提账吧 一万机械五百两 去吧 我们打电话 我们打电话 在这哪里 孝天 好 好名字 仅仅是好吗 还 还很霸气 是还很酷 你在江湖有很多称号 虽然江湖公认你的实力 至少可以排到天下第十 但白道叫你跑男 因为你的打法是跑狗 黑道叫你孝天犬 不仅因为你动手前相关门 更因为你的所作所为 在他们看来 像是衙门的一条狗 而民间给你的称号 最为正常 叫牧眠国之光 而衙门人叫你 酷瞎笑甜 酷成了风尚 衙门人证 有什么好得意的 风尚本身就是一种 根据成名者的随机定义 你要是喜欢 也可以跟衙门商量 叫你土侠笑甜 那土也能成为一种风尚 现在可以直接告诉我 你中毒当日的情况了吗 中毒第二天 我醒来就成了现在这样 内功全失 手脚无力 跑两厘地 就直接跪了 中毒后 有跟人动过手吗 我是龙霸天张池 替我大哥霸天龙张松报仇 南小天快快下来受死 你不用动手 我快死了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是说 谁又能查命百岁呢 你走吧 我今天不想杀人 你不是从来不杀人吗 那是今天以前 可憑什么要从今天开始破例 我跟你有缘呗 快走 我这么回去 怎么跟乡下的大嫂交代 你大哥等几年 两年 我算你和大嫂年生活费五十两 我给你一百两 再加一百两 我大值是十岁 要上好私塾 上好私塾 可能考好公民 没有必然联系 一共打五十两 上面差不多四处得了 也行 炒零 你就是南啸天吧 我不是 我见过你 那你问个调啊 我是前身败大弟子赵北海 特来为师门学耻 来 停停停 停停停 我是让你过来 你们掌门 有没有孩子要上私塾 你和你大嫂门什么 生活上的需求 我们可以和平解决 难口胡言乱语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被你击败 然后被放走 有点冲钩 下车 下车 听 含着can 突然让我想起当年 和你师父教授的亲情 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即便今天我仍然可以 轻而易举地将你棋拜 但这无疑会让你的门派 再次因我而梦求 我误认如此啊 你能感受到我此刻的无奈和痛苦吗 不能 你完全不能 你还是走吧 投个一百两左右 就差不多了 蛮阔绰的 如果是黑白两道的仇家 我还能够靠恐吓 威胁 欺骗 收买 卖惨来脱身 但这种小偷根本不认识我 如果恶从打别生 他反而会竭尽所有杀我别口 你和那个白道仇家 不是还能过两招吗 没法过 只能躲 我现在的体力 只能全力闪五招 五招过后脱不了身 我必死无疑 而且每天闪过五招之后 我必须要饱睡五个时辰 醒来后 还要吃一顿营养的早餐 记辛辣 辛辣 会对你的体力恢复 有很大影响吗 会长痘 按你刚才的描述 至少你的五感 并没有受到影响 还有救吗 还有救吗 你所有的问题来自于经脉预塞 治愈你的方法不是解毒 而是以药物引导 重新疏通你的经脉 我推荐你几个地方 你去求一下丹药 你是没有卖吗 中毒属于医学范畴 但你这个症状 严格来说属于武学范畴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 并不能时拿久闻 行了 说地儿吧 北域雪山的马家有种雪参丹 西域大漠的胡家有种千金散 东海岛上的方家有种凝宫丸 这么远您就不怕我死路上 近点儿的当然也有 沐丰城谢家 沐晨城齐家 沐云城有吗 有 沐云城柳家 碧灵丹 可惜柳家虽然在几十年前 练出了十七颗 但后来有的送有的卖 几代下来只剩一颗 留作镇家之宝 为什么不继续练 手艺断了 练不出来了呗 沐云城 柳家 如果只是求丹 我不推荐你去沐云城 不只是求丹 我答应北下也去沐云城 帮他办点事 他应该不是很急啊 我急啊 直到前不久 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沐云城 那这事 我已经拖三年了 去沐云城的话 你最好换个名字 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 取个什么名字好吗 你本来的名字应该没人知道 胡神医打扰了 敢问里面的可是跑男 小天卷出来送死 从后门走 南啸天身体健康 武功如戏 刚才只是南啸天 他们保障吗 武肯有 pyram子 padres 犯王 可以救死 负荡哥 就先去了牧云城 最多半个月就能到 是好吗 这些年我们三七到 已经在弟子心中 把南啸天塑造成了 理想世界的精神图腾 如果它消失了 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半年前你就这么说 我们不杀它 从人给它下了毒 让它武功尽失 以为它能为了 躲避仇家的追杀 找个地方隐居 就消停了 结果 它满世界逃窜了半年 逃出经验来了 现在 带着一屁股的吵架 还是去了牧云城 到底是南啸天 这样一个模范重要 还是 支撑我们的宗旨重要 我们的宗旨是 左杀之人皆为有罪之人 而南啸天 是冲着我们唯一一个 五点去的 被潇海这个案子 没那么容易查出来 人 先不杀 但要派个人阻止他查下去 可知道被潇海错案的 算上我们 一共就五个人 这件事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知道了 派人阻止 不一定要让这个人 知道这件事 有关的事 不一定会发生的 有关的事 优费 有关的事 不信心 有关的事 但是 我们下注 银行 避免 开门 银行 有病吧 你先上来 咱们声量着来 下面有人 你是谁 少奶奶 少奶奶 前面是悬崖 你可小心 别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悬崖怎么这么陡 因为这是悬崖 驾 少奶奶 您上来吧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这老熊怎么跟少爷交代 那小子 你先上来 咱们私聊 沐云城果然就在眼前 哪个王八蛋想出来的 抱住他 好 谁 oy 我 怎么 我还以为有孩子呢 我也这么以为 还万结实吗 不不结实 你上去吧 二位大把手 有点可 这位乡亲 刚刚那小子呢 跳下去了 缺老德了 这是 除了他还有两个 沐云城就在眼前 你们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这个路牌 不然谁会来这儿 二位这是私奔至此嘛 少奶奶 我不认识他 他后悔了 把他腾弯解开吧 干什么干什么 就这么容忽的第三者吗 看不出来追我们的是 两拨人吗 那小弟刚才多有得罪 独有得罪 听到了 你没听到吗 听到了 那你干嘛还在解 觉得你烦 你是第二个跳下来的 对吧 对 我是觉得下面有人 有人便会有出路 所以才跳 你也是 但他不是 换言之 我们俩不知道怎么上去 但他第一个跳下来 不可能不给自己留后 假如没有你们俩 我确实可以熬到半夜自己 偷偷上去 但现在因为二位累赘 守在上面的人 从五个变成了 五十六个人 减掉追我的五个 再减掉追你的 不就是追他的 这股票 还没什么 数票 你看 你贡慕 追我的黑道有二十二人 白道一人 算上你的五个 一共二十八人 刚凑满半数 现在知道 该解谁的疼了吗 知道 怕好了吗 你疯了吗 所以你的廷野知道 不是善男性你追她的 很明显是迎亲的 我帮你牺牲掉自己以后 再劝劝她 说不定我还能在 迎亲队伍的保护下 逃出生天 当蜻蜓 悬停在窗旁 要到来的 会是阴雨 还是艳阳 当稻草 落入了手掌 谁该狂喜 还是迎向最后的绝望 是谁 先伸手 递出善良 不认 你对这世界 也太过失望 是谁 是谁 用一枪 痴撑 抵挡 飞断 流畅 回家相识 已是暮色 苍苍 若明白胜 会前 会 截然荒凉 会不会还有少年朗 某种待光 说要去闯荡 若一只酸甜苦辣中呈现 这世间百味 还要不要去一一平常 是谁 怕回忆太漫长 船里 过香 只字不提 过往 是谁 以为重难 挣脱着 无法愈合的伤 转头却发现 早已有伙伴 在身旁 我曾鼓励与人 群熙熙攘攘 也被玩家灯火 灼伤过眼眶 可惜这世界 隐藏的玩伴美好 许多事要同事过 才能看得清奔向 后来的我 添了几分你的模样 甘喜笑怒骂 调侃人间无常 藏心扬 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 隔一夜 孤舟便可 重新启航 新的你 历经前凡人 不是温暖 不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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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浪而来 只为 玩具 一场 温暖 不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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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